最近观众白先生跟我们说了一件事 说有一些理财公司就找到了他 告诉他说这个回报特别的高 他就把钱投进去了 但是最后是自己投进去的三万块钱 是养老钱 血本无归 而且像白先生这样的人还不止他一个人 据说已经骗了上百位老人了 不但没有得到收益 而且本金也拿不回来 请看报道 这些钱可是他们一辈子的积蓄 甚至是养老钱 那么这些投资者是如何上当受骗的 甘愿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来投资呢 那其实就是高额回报的诱惑 要说不图钱这是假的 其实也是为了就是利息高点 三万然后就每个月的收益是九百块钱 对 一月三万 还会给你个智能的手机 智能水你不要的 他可以反你钱 反六百 办了一年的 就因为他一年的率稍微高点 在投资者给记者提供的这份政策表中 我们可以看到 投资期限从三个月到一年不等 时间越长 收益越高 不仅赠送礼品 还能有现金折现 并且还可以免费到总场 参观考察以及游玩 而面对如此高的回报 于是这些投资者 就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投资了这家邯郸市 免刷纺织北京分公司 三万 我自己投了六万 我点卖了十万 钱投我就投了个三万 后来他又那什么 让投让投就投了个十万 一共十三万 怎么现在就有十万 听说还有一百万 接下来投资者就与这家公司 签订了这样的一份 重新迎天下的借款合同 不叫几次是借款 他根本写的都是那个协议 都是借款合同 他要发展企业 不是说几次的 我们借你的钱 我们发展大了把钱还你 他是这么说的 这是他们签的合同交的钱 有老总按的手印 这是老总的身份证 除此以外 这份合同上还标注有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抵押担保等内容 那么这些投资者 又是如何知道这家公司的呢 他们这样告诉记者 他当时是在车站发那个宣传单 12号发的传单 13号开业 后来又开酒会 开酒会那天有二三百人呢 当时去玩这边介绍这个嘛 这位投资者白先生告诉记者 起初他觉得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项目 然而就在4月25号的时候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打电话 我能不能关机子 走赶紧过来 我一看 我一看就贴出一条 从投资者提供的照片来看 当时贴出的是一份通知 五一放假六号上班 投资者说 当时他们就觉得不太对劲 于是当晚就连夜的赶往邯郸总部 结果到邯郸一去呢 哪都说没有 它这全都是虚拟的 什么厂房呀 什么都没有 实际一共才一个月多点 基于你这个心理 觉得时间短 刚看也不会跑 可是他还真是跑了 随后记者来到该公司 在现场记者看到 该公司大门解闭 拨打投资者提供的电话 负责人也杳无音讯 显示关机 那么投资者手中的这份合同 又是否有效呢 而专家表示 这份合同的疑点非常多 上网查了一下 这个公司在当地的一个 工商注册的一个情况 发现它是16年3月份注册的 一个存续期非常短的一个公司 它来募集这个资金 它用途干嘛 其实这是非常存疑的 因为正常的一个企业循环 它肯定到了一个阶段之后 才会有这种循环的 这种资金的需求 另外我们看到这份合同 是以北京分公司的名义 来签订的 那分公司在对外签 这种融资的合同的时候 是不是有总公司的授权 如果它本身内部 没有存在这个授权 或者分公司这个主体 不存在的话 那其实也会面临到 这份合同失效的 一个法律上的风险 随后记者在北京市 企业信用信息网上查询 为找到此分公司的相关信息 同时记者了解到 受骗投资者已报案 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未经历的 请不吝衣